喂喂喂喂喂 哈囉大家好我是春彥你也可以叫我阿春 這裡是阿春的直播今天也是阿春 Radio 嗚呼 停 等一下 聽一下這個 這感覺很好笑 任少星哥 聽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屌好好笑 哈哈哈哈 好屌 任少他你光是聽到他聲音就覺得這個人是瘋子你知道嗎 菊外人拍攝 鞋給他爸爸的喔 哇 是喔 哇次華當然也是在講他爸爸 然後他在巴巴解放 怎樣 真的很北藍 哈哈哈哈 三小啦 哈哈 哇靠好屌歌詞喔 哇 很社會寫實的一個歌詞 你獨下最近的跳 再可走唱這句不要留下 更加留下 歐美 怪你有看著的命啊 歐美 怪你有看著的命啊 歐美 這是我第一次 覺得任少 有小人的感覺 就是 他感覺可以講出一個 他可以講出一個故事 你要在寫歌裡面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其實是很困難一件事情 而且 幾乎只有老舌哥做得到這件事情 我剛剛聽到第二段的時候我開始覺得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小人 我就覺得哇這個很有畫面超有情景的 你很難 想像他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我沒有 哎哎哎哎好屌 我剛剛聽第一段的時候我 我覺得好笑 我第一段的時候我全部在笑 我第一段的時候覺得這首歌 太好笑太台了 可是 我聽到第二段的時候我開始 我開始 進入到這劇情裡面的時候 我是在騎雞皮疙瘩我覺得這個歌詞太寫實了 就你的生活中你要看到什麼東西你才會寫得出 這些歌詞真的很屌 蛤這是他爸演的嗎是嗎等一下看一下 我買的啊 我買的啊 蔡明德是他爸嗎 天啊 發車子 阿 那我買的我買的 那我買的我買的嗎 就不容易 我買的那我買的 不要跟我買的 真的是雞皮疙瘩 太扯了 他歌詞到底在寫什麼 好扯喔 是在寫他爸的故事 這真的很厲害 很嘻哈 非常非常的嘻哈 他的歌也是 歌詞也是聽起來 很急歪很搞笑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被潤哨的某一些地方感動 他有一個 求生意志 有一個激情 有一個 衝 有一個很衝的感覺 我覺得我會被他那個東西感動 我之前的現實動態有拋過 但那個東西一直夾在我的手機裡 就是我在 京都的京閣寺 走道前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給你們看一下 京閣寺長怎樣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是看得出什麼 而且那時候 是我跟Cody 就是我們 已經有點遲到的 那個京都的公車開超慢 慢到不行 台灣公車其實都開蠻快的 日本京都的公車開超慢 然後 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是最後 最後了 他們已經快要關門了 然後我們就問那個警衛可不可以讓我們進去 然後那個警衛 還說說中文嗎 他還跟我們說中文 然後就讓讓我們進去 他們也沒有任何的勉強就讓我們進去 而且 就是很幸運的是因為 京閣寺是很熱門的觀光景點 所以 很多時候去的時候 你看到都是一群人圍在那裡 可是那個時候 只有我們兩個人 黃昏 那時候已經要五點了 他們五點就關門 我們好像五時幾分才進去的 然後 就看著那個夕陽迂迴 超級超級安靜 天空有點紫色的感覺 就享受了 那個 享受很棒的一段很寧靜的時光 然後後來 去抽籤 抽到這個籤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它上面 OK可以 看到嗎 我看到第一行的時候 我就嚇死了 枯木逢春煙 這個真的是 超誇張 就是 喔 這樣超清楚 給你們看一下 超級超級誇張 超級車的 一張錢 扯到不行 我那時候抽完還回頭看 我想說 這是整人節目嗎 超級超級誇張 而且它那時候 籤是有日文籤和 中文籤的 我那時候原本想說來就 抽日文籤吧 原汁原味 但是 快不到為什麼 就突然決定 想要抽中文的 然後我就抽到這張 太誇張了 再給你們看一下 它下面有那個 它的解釋 可以看 這樣子 很誇張對不對 很誇張 超級超級誇張 然後 就這樣子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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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